其實小孩子的學習能力跟創意 都有無限的可能 像是雲林的這一位 國小五年級的小學生謝寧 他沒有學過畫畫 也沒有上過空間概念的課程 不過呢 卻能夠在短短的三分鐘之內 靠著一把剪刀 還有一張紙 不用打草稿 就能夠剪出各種 栩栩如生的立體動物 還有昆蟲 讓大家非常驚訝 一隻隻爬牆的黑螞蟻 還有會飛的恐龍 這些作品都是才國小五年級 謝寧所做的 他只用一把剪刀和一張紙 也不需要事先用筆打草稿 就能在短短三分鐘內 剪出許多栩栩如生的立體動物 謝寧的爸爸說 謝寧國小一年級時 和媽媽出去玩 看到一隻三角龍玩具 很想要 但媽媽不肯買給他 回到家後 竟然就用剪刀和一張紙 剪出立體的三角龍 讓他們也嚇到 我們有帶他去做 在台大雲林噴源 有做過那個空間概念的 那個自由鑑定 那他的分數是一般人的兩倍 很多人看到年僅十一歲 謝寧的作品 都會請教他怎麼剪出來 但是他總是說要剪的圖樣 都放在腦海裡 現在他不只會剪動物 也可以將動物配合國字 一起剪出來 結合生肖跟人物的名字的時候 他大概就是 你只要跟他講你的生肖跟名字 他看一下那個名字 他知道那個字之後 他可以一刀未斷 不用畫草稿 一把剪到一張紙 他就可以開始剪 都不會斷 大概在三到五分鐘之內 就可以完成這樣一個作品 最近謝寧也瞞著創作更多作品 因為26號他將在雲林虎尾 舉辦展覽和意賣活動 要將所得都捐給雲林交付中心 他也歡迎大家來看剪止藝術 順便幫助困苦家庭